二娘 我们住在吴大夫这里 打扰得够久了 现在有银钱了 你去请村长来 就说我们要买田地 要建屋子 好 二爹 你好好休息 我这就去 苏三郎也的确太累了 很快就睡着了 虫哥 华哥 你们好好的在家 累了 就和爹爹妹妹 一起睡觉好吗 苏虫和苏华乖巧地点头 苏三妹懂事地对赵氏说道 娘 你放心去 我会照顾好爹和哥哥 赵氏温柔地对苏三妹笑了笑 摸了摸她的头发 起身出去了 苏三妹却熬药熬粥了 苏小璐总是很乖 苏三妹很放心 苏三妹一走 苏小璐就睁开了眼 她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身体也结实 爬对于她来说 也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爬起来很吃力就是了 她爬出了汗水 才到苏三郎身边 把小手放到苏三郎嘴边 为苏三郎喝灵泉水 她就趴在苏三郎的肩膀边 看着苏三郎浸血的左眼 苏小璐的视线就模糊了 爹爹 当时一定很疼吧 哥哥 娘 当时一定也很疼吧 我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希望你们能快点耗起来 为了苏三郎喝 苏小璐又给睡着的两个哥哥 喝了一些 她轻轻地亲了亲苏虫和苏华的脸颊 用脸贴在他们的脸上 好哥哥 就算你们一辈子都傻傻的 我也会照顾你们一辈子的 苏三妹熬了粥 先给五老头端去了一碗 五爷爷 您快吃吧 虽然我做的没有我娘做的好吃 可是也很好吃的 苏三妹很感激五老头 哪怕现在的五老头摆着臭脸 苏三妹也笑着 她觉得五老头肯定是心疼爹爹了 才会这样 嗯 去照顾他们吧 一会儿我来给他们扎针 好得更快 谢谢五爷爷 苏三妹高兴地跑出去了 他还要照顾爹和哥哥呢 下午的时候 赵氏请来了村长 王老爷子走进屋子 赵氏已经把苏三郎叫醒了 王老爷子叹了口气 对苏三郎说道 唉 三郎 你媳妇说 你要买田地要建屋子 咱们村里 现在有田六母 上等田三母 中等三母 土地的话 有上等第三母 中等地五母 上等田地的价格 一亩地十二两银子 中等地要九两银子 说 我全买 中等地在五老头家边上 还是连着的 他准备在这盖房子 地好好养几年 就能变好的 买下田地 他们一家就有根了 那成 我去找李正 来做个公正 写个地契 你把银钱准备好 你身体也不方便 明儿个 我直接带着地契 过来给你画压 好 有劳了 三郎 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和村里人关系 不要闹得太僵 这对你没好处的 谢谢叔 我会的